DSE 2020 年PAPER 2A的第五條 今次主要講PARTNERSHIP 當然裡面有講QRENT ACCOUNT 亦都會有要求你需要做這個INCOME STATEMENT 你看我做了一些NOX 有方便跟大家去講 先講了INCOME STATEMENT 這部分INCOME STATEMENT 我想大家都見到它有一大堆資料 但是萬免不來其中 我們當然還是先去找一個銷售 今次這個特別的地方 我想大家要留意就是 那個INCOME STATEMENT 它是9個月的 就是說做9個月而已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還有它是在12月31日就去到那個月結尾 你可以說那9個月結尾就是在12月31日 所以我們找資料的時候 大家有不同的資訊一直這樣掃進去 那你會見到 那我決定就是從那個INCOME STATEMENT 要找的資料我們逐個逐個去找吧 那大部份當然要先找一個SELL 那你見到SELL很快已經看得到 那你見到藍色 highlight過96萬 那有一個SELL 然後我們當然要找有沒有這個Return Inverse 那原來也有的 那在這個第四項呢 你會見到有那個SELL issue了一張Credit Note for Goods Returns 那這個就Return Inverse 那這個Return Inverse都是Made in Cash的 那因為這家公司的特別之處就是 就是所有的Transaction都是Made in Cash的 那所以不會有Credit SELL 不會有Credit Purchase的 那所以呢 如果看回的時候呢 那我們去回Marking Steam那裡看看 那其實頭兩項呢 那SELL和Return Inverse 其實都已經 找了的了 那所以 那這裡你就會見到那個 NET SELL 這個就是 OK 那當然我們再下 就會去到Cost of Goods 那Cost of Goods 就會找Purchase 那所以去到Purchase 那也都看到Total Purchase 有了 那但是呢 留意一樣東西就是 咦 你會見到那個Marking那裡 為什麼Purchase 後面這裡會減了一個 兩萬元的數呢 是什麼來的呢 那我們就看看 那兩萬元的數呢 你會見到呢 這次Bang 就是其中一個Partners OK 那他就說 拿走了兩萬元的火 那就是在10月1號 那也都在我們10月31號之前的9個月 那所以 有Drawings的話 那我們Purchase就要減低 那所以你會見到 那兩萬元呢 其實 這裡這個 兩萬呢 那其實是那個 Drawings 那就是 我們把Total Sales sorry Total Purchase 減Drawings之後呢 就會得出後面這一顆數了 好了 那之後就是Last Closing Inventory 那當然我就說 咦 喂 好像在那個題目上面 找不到 Closing Inventory 那所以如果 沒有的話 或者可能零的話 那不知道 我們還是先寫著 那所以你會見到呢 這個數呢 是一個Balancing Figure 就是它也是先寫著 那可能開初我們計算的時候 不知道呢 我們就會先打個Question Mark 那 然後再下去呢 你會見到就是 好像我們逐個逐個這樣 一邊Tick 那當然好像Sales Return In Purchase 這個Tick 然後寫完之後 咦 它到Gross Profit 那Gross Profit 我們又怎麼處理呢 Gross Profit 你會見到呢 它這一條呢 它會說 Goods were normally sold at Gross Profit Margin 那它就告訴你 它那個Gross Profit Margin 就是 這個的 60% 那所以 如果大家 深水清的同學 你就會知道 通常我們看到這些時候 就會Sales 然後 Cogs 就GP 那就是說 這個呢 就佔60% 樓上就40% 這個就100% 那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比例 那 而呢 我們其實是有那個 的Sales 那所以 你會見到 它那個題目上面呢 就會見到 它做的時候呢 它就會拿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 那我先回覆一下 Sales 的 amount 就是96萬 那所以 你看到它是 所以我們說 由於有那個Sales 就是要將那個Sales Net Sales 乘回那個 Gross Profit Margin 就會計到那個 Gross Profit Margin 那所以你會見到 這裏的96萬 其實呢 就是在refer 那個Sales 就是這個數 就是這個數 對吧 然後 因為它是Net Sales 所以 於是呢 我們又會 將那個 Return Inverse 那裏又會 減掉 是不是呢 這裏又會減掉 對了 那還有一個特別 咦 為什麼無緣無故 有個4800是什麼 來的呢 4800這顆數呢 其實就是在 這個 的部分 就是這顆 那這顆 4800是什麼 來的呢 它就說 這個 這個 4800呢 它賣些貨給 一個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就是賣給一個 慈善機構 那 AdCours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賺錢 那就是說 Empire一樣 重要的訊息 就是它是不會有GP的 就是不會賺到錢的 那就是 它於是就不會 subject著那60%的GP 那於是呢 你見到它呢 就將這個 4800呢 都減掉了 那於是它就將 那九萬 首數六萬元 減了4800 再減了那個 2400 於是呢 就再乘回 那個 60% 那所以這個是GP margin OK 那你成完之後呢 就會得出 這個 的 GP 就是 GP 那你於是就拿那個 的 Nest Sales 減去那個GP 於是呢 就會得出這個 Ceo.js 所以這個就是 Ceo.js 那你找到 Ceo.js之後呢 那你自不然 就是將 減掉 Purchases 於是呢 就會得出那個 Closing Infantry 那它的 計法上呢 是這樣去 處理的 那 當然我們減完之後 那你會見到 這條呢 它沒有一個 的 呢 呢 所以 於是就 不會要去減 即是加回 其他 refinu 於是直落就會去減 Expense 那我們就找一下不同的Expense 那這條找Expense 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我 第六項 以及第七項 就是Expense 那其實第八項呢 都是Expense 不過今次它是 no depreciation 那所以這個呢 就不需要去 處理了 那就是 In the first year 因為我們第一年 那所以就沒有的 那 那 那其實它就 有這個 NCA的東西 比如你見到 Office Furniture 或者Computer 其實它是有的 OK 但是由於呢 它這些全部都是大家 第一年開 它是4月1日開的 那去到12月31日 那就是2021年 那所以 變成了呢 都是沒有了Depestation 那這裏所以相對的 就簡單了 那它剩下那兩個 你見到剩下那兩個 你見到剩下它有兩個 不是 兩個的Expense 那這裏怎麼計的呢 這裏就 那就 Insurance Expense Insurance 它就說給了28000元 那就是為期一年 那直至去到6月30日 那所以 然後回到頭 其實它開始的年份 如果用回一年的話 應該是7月1日的 那於是我們就 計到7月1日去到12月31日 因為我們N9月N是12月31日 於是呢 就有6個月 那所以 你看到在Marking那裏 為什麼它這裏 會是6 over 12呢 那因為 就是我們給了1年 那所以這裏就要做回那個 Proportion Insurance 就計算 那個Proportion 好了 然後去到Operated Expense 又如何呢 Operated Expense 它就每個月就是 16萬5千元 那所以我們有9個月 所以你見到它就會乘回9 我們9個月 那所以 成員出來就會得出隔壁那個數 那而這一條 我覺得最複雜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那個Cash Laws 那一陣子呢 那一陣子呢 跟大家去看看這個Cash Laws 這1萬6千2百70元 是怎樣計算出來 那我先保持一下這個部分 那這裡我不 這裡我不說了 那就 主要就是這個位 就是 第9個一點 他就说12月31日发觉有些钱被人偷了 你知道有钱费,这些是abnormal loss 所以我们会在expense那里扣出来 他就说剩下477400 那这条做法是怎样呢? 待会再跟大家讲 这里你叫我hold住 所以你会去到又不知 于是就先写NetProfit 然后写NetProfit之后 那我们就要减下Porturation 刚刚没有Porturation 于是就回到Partnership的Agreement Portnership的Agreement 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他就说没有interest on capital 也没有interest on drawing 所以只得Portners salary 所以在Porturation里面 应该就只得这一点 其实是要下Porturation那里 他就说每个月就有3万元的AIMI 所以变成了他就用Partners salary那里 3万成9 那你会见到这里3万成9 对不对? 那就可以出界这颗数了 好了,那么 上去那个Cash Loss那里 如果你不计的话 因为计不了下面 那个Share of Profit的部分 那好了,他那个是怎样处理的呢? 因为他就说这一间的Partnership 其实他们所有东西都是Cash Base的 就是Cash Base的 那于是 你只要有那个Cash Account的话 某程度上就可以逼迫 最后不见了多少钱 而所有东西就要 全部进入了 那 所以呢 这条的难度 我觉得是在Cash Lock 所以最后要逼迫那颗数字 就是比较复杂 那于是我们下来 那 那Working这里 你会见到 他就 都很多Items 的,OK? 先解释了那个 Sales这个没问题 刚才应该都知道 Purchases这里 在这里 他楼上其实 reference 应该都 都已经 有的了 那 他就拿回490830 的了,看到了 490830 那 Sales也是 他就不是拿那个NetSales 的,OK? 拿回那个 之前的那个 收到多少钱 那 Insurance Expense 记得这里 Insurance Expense 你真实说 给了那个钱 所以给了那个钱 应该是给了 28000元 OK? 就不是拿那个 这个不是 这个 这个并不是 Income Statement 那个数 OK? 那 Operated Expense 就计了9个月 所以这个是Income Statement 那个数 所以这个是Actually Pay 那个数 就是 你Pay了多少 就写了多少 这里 那 Approperation 都是要给的 所以都是9个月 每个月 3万 9.327.27万 那 于是呢 今次现在比较複杂呢 就是 那个Capital 它有少少一些 tricky的部分 那 我想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那 那 就 你看上去 你就会见到 他们 Initial Capital 每人就是 就是 整个partner 就是60万 所以有3个partner 有Amy Ben 所以每个partner 就要给20万 那他20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就是说 你可以 摆钱 都可以 或者摆NCA 入去都可以的 那 看回呢 Amy 呢 就摆 Amy 就摆 Amy 这个 20万 感受 因为他就给了100万 Cash 那就是Capital 第二个呢 就是Aban Aban 就摆了电脑 他考虑了一个 Prudence的concept 他就说 就是 哪一个是 真实的 他就说 这部电脑 Aban 买的时候 2年前 就是1万5元 但是 当我去到4月1日 真实成立这间partnership的时候 他的数值 其实只有9000 所以我们决定 其实 你要 选择一个 那个 那个 数 应该是选择低一点的 OK 所以你决定 应该就是用9000 而不是用 1,000 所以这个是9000 那这个数 你会看到 这里是减9000 所以 这个那9000 其实是选择低一点的 所以这个是 那个computer 楼上的 就是 那个 furniture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么多 要减少一些数 呢 其实这里 就是 减少了出来 所以 他真实 Aban 放入去的现金 就是191000 而Bill 他就没有说 没有放任何东西 所以Bill 就要付 20万 的 现金 了 OK 所以 加了收钱之后 之后 最后 我们只剩下一个 Balance Carry Down 就是刚才我们最后 在下面说 咦 只剩下一个closing balance 的cash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cash 那 于是就放下 最后 就逼回这个 于是 逼回cash loss 所以 于是 就会出回 楼上这个 cash loss 出来 那你计算完 这个部分之后 就会计算回 total expense 然後 就减回上面 gross profit 于是就计算到 net profit 于是 你减完 population之后 大家就可以 分钱 就是分 profit 这次就把122980 就分了 ok 而有一个 重要的讯息 就是 这里 重要的讯息 就是这个位置 它的讯息就是 告诉你 Biel 是一定要分到 在头9个月 他一定要分到 7万元的 所以你见到 Biel 这个数 他是 特殊是 不会拿122980 去 去 去 除 所以他直接是 分7万 于是就把 你的 profit 减去那7万 然后 再重回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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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还有Bang 那个 2比3 那个状况 是去 是去 比较的 ok 那 所以呢 你见到 这个 为什么是2 除2 5 呢 其实他只是 把 Amy 和 Ben 那个 2比3 他只是 除了 那 因为他 Guarantee 一定分到 7万元 最后 就得出了整个 Income Statement 在这个位置 你一开 大家都没有 Balance 所以就靠 那个 share of profit 就放回去 那你见到 那你见到 share of profit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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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2个 Amy 的 Amy Bang 的 Bang 还有 还有 Bill 这个 三个他就放回去 那因为 所以 Current account 是 左减有加的 就是 credit side 是增加的 另外 还有 Ben 就放了 Drawing 对吧 Ben 的Drawing 在楼上 这里也见到 所以 最后 就做了 Balance Carry down 于是 整整 就是 12分